美军又有大动作了 海军新闻报道称 美军海外前阵地珍珠港 正在进行一系列现代化与升级工程 等到2028年中旬 这里将成为诸母沃尔特驱逐舰 和弗吉尼亚籍核潜艇的母港 这片美国历史伤心地 也因这场美国海军历史上 最昂贵的拆迁重舰 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美军砸下血本 非要把这座空军基地 同时也是热点旅游景点的地方 给扒了重盖 这场史无前递的大改造 究竟是为了修补过去的短板 还是在为美军 全新的战略部署做准备 要搞懂这次改造 咱们先得明白 珍珠港这个地方 到底有多重要 翻开太平洋的地图 你会发现 这家伙的位置 简直就是天选之子 它就像一颗棋子 正好落在了太平洋的中心 棋盘上的天原位上 以此为焦点 往东是美国本土 往昔是亚洲大陆 不管要去哪 从珍珠港出发 都能够得着 说白了 它就是美军 在太平洋的快递转运中心 和前线指挥所 没了它 从美国本土出发的 舰队和部级 就得跑个大老远 等把物资送到前线 可能黄花菜都凉了 可以说 谁能牢牢掌握珍珠港 谁就拿到了 住在太平洋的入场卷 所以当这座基地的设施 已经老到 连自己最新的军舰 都快伺候不了的时候 对美军来说 升级改造 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聊到这儿 可能有朋友会问了 珍珠港的设施老化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么多年 美军之前就没想过要改造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 因为这一点 恰恰点到了 这次珍珠港改造的核心问题 其实 关于升级改造的想法 在美国海军内部 已经念到了几十年 但为什么一直拖着没干 原因很现实 也很复杂 第一 就是国会老爷日常没钱 地主家也没余粮了 冷战结束后 苏联这个庞大的对手 忽然倒塌 美国迎来了一段 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的好日子 整个国家的战略重心 发生了重大转变 军匪开支的重点 也被转移到了 处理治安战和反恐战争上 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 美军的主要经历 都被牵扯在了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沙漠 与山地里 那时候五角大楼最亲爱的武器 是能够精准定点清楚的无人机 比如捕食者和死神 是能够抵御路边炸弹的 防地雷反复机车 也就是M-R-A-P 是陆军和空军使用的 各种精确制导武器 而海军造船厂这种 一头就是几十上百亿美金 攻击动不动就十年八年 还看不见立竿舰影效果的百年大计 在国会老爷们的信息栏里 直接就是一个一读不回 第二则是没必要 或者说是缺乏足够的战略紧迫感 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 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乃至全球 都处在一个独孤求败的状态 俄罗斯海军的主力还在港口里爬窝 而来自东方的国家 都还处于小步快跑的追赶阶段 当时美国海军的主要任务 就是维持全球海上航道的畅通 在热点地区高高军事存在 偶尔发是几枚战斧导弹 支持一下地面行动 对于珍珠港这种老旧的船程设施 虽然大家都知道有问题 但修修补补 勉强还能用 勉强能凑合 那自然就缺乏足够的动力 而去花大钱翻新 别闹了 那时候的美国海军 普遍都处在一个吃老本的战略惰性期 海军将领都基本上认为 美军现有的海上优势 还能维持很长时间 而唯一让美国没有料到的 则是时局的变化 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快得多 一方面是来自太平洋对岸的国家 正在以对标二战时 自己下饺子的速度 疯狂扩充自身的舰队 另一方面 则是美军自己的新一代核潜艇 比如弗吉尼亚级 和未来的哥伦比亚级 弹道导弹核潜艇 越早越大越造惹重 这带来的麻烦 已经不是简单的 修修补补就能搞定的了 而是美军现有的整套维护体系 正在一点点崩溃 现代化的核潜艇 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 核反应堆加超级计算机 它的维护 是一项极其复杂 和精密的系统工程 而美军老旧的干船屋 不仅空间狭小 其内部的起重设备 电力供应 高压空气系统 乃至配套的维修车间 都全面落后于时代 根本无法满足 现代化和监艇 那种精密高效的维护流程 这就直接导致了 一个致命的问题 美军如今的潜艇在航率 正在持续下降 简单说 就是潜艇 发在港口里维修保佣的时间 远远多于 出海执行任务的时间 一艘价值几十亿美金的 国之重器 大部分时间 都只能充当码头守望者 这对于一支 需要全球部署的海军来说 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所以 不是以前不想改 而是过去没钱 也没必要 但到了今天 却变成了 再不改就来不及了的 战略危机 正因如此 才催生了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个覆盖全美四大海军造船厂 总投资超过210亿美元的 美国海军历史上 最庞大的基建计划 传承基础设施优化计划 简称SIOP 而珍珠港的改造 就是这整个计划里 最关键 也是最烧钱的一环 那么这个号称 海军史上最烧钱的SIOP计划 到底要把珍珠港改成什么样 咱们就来做个对比 看看改造前后的珍珠港 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项也是最核心的改动 就是给核潜艇升级维修设施 在改造前 珍珠港给潜艇用的 主要是3号和4号干船屋 这些都是二战时期 留下来的老古董 当时的设计 是给那些几千吨的 常规潜艇和水面舰艇用的 这又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今天美军的弗吉尼亚级和潜艇 排水量动不动就上万吨 又宽又重 每次开进这些老船屋里维修 都像是要把自己硬塞进去 空间小得可怜 更要命的是 因为船屋和车间的布局不合理 潜艇上很多需要维修的设备模块 在拆卸下来之后 居然需要用平板卡车 拉着穿过大半个基地 运到另一个地方的专门车间去修理 修好了 再慢悠悠地拉回来装上 这个过程不仅效率极其低下 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而且在运输过程中 还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 很多现代化的维修设备 在这种落后的工作流程下 根本是染不开 为此 美军这次算是下了血本 直接砸下超过30亿美金 新建了一个巨无霸 那就是5号干船屋 这个新家伙有多厉害 首先它的建造方式就很特别 是直接在更老的 已经没用的三号船屋内部施工 等建好了 再把老船屋彻底填平 这操作就突出一个破球立新 其次 它的规模和技术 完全是为未来战争做准备的 SOP计划的核心设计思路 就是把车间建在船屋边上 实现一站式的高效维护 新的5号干船屋旁边 会直接配套建设 能够吊起数百吨重物的 大型门式起重机 以及现代化的焊接 机家和电子设备维修中心 未来的维修流程 将是核舰艇一开进船屋 所有需要的零部件 工具和技术人员 都在出手可及的地方 极大的压缩维修周期 提升潜艇的周转率和载航率 这才是30亿美金真正的价值所在 根据官方说法 这个新船屋的设计使用寿命 长达100年 并且经过了抗震强化 能够抵御强烈的地震 可以说它就是被21世纪的海战 量身打造的未来工厂 而就在2024年的2月份 这个项目的第一批地集装 已经成功打了下去 这说明了整个工程 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施工阶段 而第二项的改动 则是给珍珠港的后勤系统 来了一次刮骨疗毒 解决其后勤保障上的安全隐患 改造前 珍珠港的燃料供应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一个叫红杉的地下游库 这个游库本身 是二战时期的一个工程奇迹 为了躲避日军轰炸 美军在火山沿下挖了20个 相当于20层楼高的巨大垂直储油罐 总容量超过2.5亿加仑 在当时是绝对的战略资产 但它的问题在于资源的过于集中 而且经过几十年的使用 设施已经严重老化 结果就在前几年 这个游库发生了严重的燃油泄露 直接污染了下游当地的 主要引用水源珍珠港蓄水层 闹出了一场巨大的环境和攻关危机 这也让五甲大陆意识到 在精确指导武器普及的今天 这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 集中式后勤保障模式 已经变得极其脆弱 一旦在战争中被精确打击 整个基地的燃料供应就会瞬间瘫痪 为此美军痛顶思痛 决定彻底关闭并清理红杉油库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耗时数年 花费数十亿美元的庞大工程 未来的燃料保障 将转向更现代化更分散 也更安全的模式 主要依赖一支由大型舰队油船组成的 海上移动油库 以及在印太地区不同地点建造的规模更小 更隐蔽的地上油库群 这种模式体现了从集中储备 向弹性保障的思路转变 虽然总储备量变少了 但抗打击能力和灵活性却大大增强了 而珍珠港改装的第三项改动 则是为了确保关键通信设施的绝对可靠 在改造前 珍珠港周边的通信设施 比如瓦西亚瓦通信枢纽 面临着城市发展的困扰 周边的高楼 风力涡轮机 甚至手机信号塔都可能会对它极其敏感的卫星接触天线 造成物理遮挡或电子干扰 在未来的信息战中 海军需要接收和处理的数据宽带是爆炸式增长的 从无人机传毁的高清震场图像 到卫星下发的作战指令 再到各平台之间的数据电影共享 任何信号的延迟或中断 都可能导致战场失明或指挥瘫痪 现在美军通过一个叫IEPI的 战备与环境保护一体化计划 和地方政府土地信托机构合作 出现购买基地周边土地的开发权 确保这些区域 未来只能用于农业和环境保护 从而为军事通信设施 打造一个永久性的干净的电磁缓冲区 这操作看起来不惜眼 但本质上却是在为美军打赢未来的信息化海战 铺设最底层的基石 所以你看 从升级和潜艇的维修能力 到重构后勤保障模式 再到保障关键的通信线路 这次改造是一次从硬件到软件 从前线战备到后方支持的 全面系统升级 当然这么大的工程挑战也不想 成本超值 攻击延误的风险一直都在 而且在夏威夷搞基建 环保问题也是个大麻烦 但很显然 为了应对未来的变局 这些挑战 美军就算是硬着头皮也得去克服 讲到这里 咱们已经清楚了 美军这次是下了多大的决心 要把珍珠港从里到外翻新一遍 那么这座赤巨子打造的超级基地 究竟是为了迎接哪些新用户的到来 根据美国海军的公开计划 未来将有两个重量级选手 把全系的珍珠港当作自己的母港 第一个是珠穆沃特级驱逐舰 这家会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 首先是它的隐身能力 它采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 穿浪式船体 和一体化的上层建筑 整个船身异常光滑 几乎没有任何突出的天线和设备 再配合雷达细波材料 使得它16000吨的庞大身躯 据说雷达反射面积 只相当于一艘小渔船 这让它在执行任务时 能够更晚被敌人发现 其次是它强大的电力系统 它装备的综合电力系统 能产生高达78兆瓦的电力 这远远超出了它自己横行所需 这套系统就像一个浮动的智能电网 可以灵活地把动力分配给推进系统 雷达传感器和武器系统 多出来的巨大电力冗余 就是为了给未来的高耗能武器 比如电磁炮 激光提前留好的接口 不过这艘船最引人关注的 还是它一波三折的武器系统 它原计划装备的两门 155毫米先进舰炮系统 因为炮弹价格过于昂贵 单发成本高达80万美元 导致美军根本用不起 最终成了一个有炮无弹的摆设 而根据最新的改装计划 海军将彻底拆掉这两门主炮 在原来的炮塔位置安装四套 专门用来发射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 也就是高超音速导弹的大型垂直发射单元 未来的朱姆沃尔特级将彻底转型 成为一艘专用的 具备高度隐身能力的 海上高超音速武器平台 第二个即将建筑的是 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 这款潜艇是目前美国海军 水下力量的绝对主力 主要任务包括反潜 反舰 情报搜集 特种作战渗透等等 而最新的Block V型号 更是进行了一次重要升级 它在艇体中部 增加了一个长达84英尺 被称为弗吉尼亚载核模块的东西 这个模块本质上就是在潜艇上 强行加挂了四个巨大的垂直发射管 能让它额外多带28枚战斧巡航导弹 使其总火力直接放了一倍多 而这些新增的大直径发射单元 同样可以用来装载 体积更大的潜射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 所以你看 情况已经很清楚了 一款是水面舰艇 一款是水下潜艇 它们的共同任务 就是成为美国海军第一批 能从海上发射高超音速导弹的 海平台部署在珍珠港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战略选择 高超音速导弹最大的优势就是 速度快射程远 对手很难防御 而珍珠港又正好在太平洋的正中心 当这两点结合在一起 美军就获得了一种从太平洋中心 向四周辐射的远程快速打击能力 从珍珠港出发的珠姆沃尔特级和弗吉尼亚级 他们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 作战半径可以覆盖数千公里外的广阔区域 这又等于美军在太平洋的中心地带 部署了具备高超音速打击能力的 可激动的前沿基地 这将直接影响整个太平洋战区的军事平衡 好了 聊到这里 关于珍珠港的这次超级改造 咱们基本上就搞清楚了 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到设施老化的紧迫性 再到为了迎接珠姆沃尔特级和弗吉尼亚级 这两款高超音速打击平海 珍珠港的这次升级 每一步都踩在了美国海军未来战略的节点上 那么通过这次事件 我们能看出美军未来的海战构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 简单来说就是八个字 中心控制远程打击 过去的航母战斗群虽然强大 但作战半径 主要还是依赖舰载机的那一千多公里 而现在通过把珍珠港这个中心枢纽 打造成一个高超音速武器的前进基地 美军试图获得一种 能从太平洋中心 直接打击数千公里外目标的能力 这是一种战略思想上的升级 从过去的前沿存在 升级为远程主宰 可以说这场耗资百亿的超级工程 就是为了确保美国海军 在太平洋地区的绝对军事优势 和长期的战备完好率 通过这次彻底的现代化升级 让珍珠港这座关键基地 能够支持美军未来几十年的 全球战略部署 好了 关于珍珠港的重生计划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你认为全面升级后的珍珠港 将如何改变太平洋的力量平衡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各位观众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T恤 不仅超有态度 还堪称性价比之王 首先 它超级轻 拿在手上轻飘飘 穿上身更是零孵蛋 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 其次 灭掉剧透气 就像会呼吸一样 就算在外面跑一天 也能保持干爽 彻底告别 粘腻感 最关键的是 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 仅需很少的钱 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 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 闭着眼入都不亏 多买几件换着穿 也毫无压力 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这种宝藏 T恤手慢无 赶紧去抢 关键的无厌力 不得了 相产的 也不得了 感谢 这种宝质